就在近日,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召开了中超下半赛季联赛管理动员大会。 集团主席许家印和主帅卡纳马罗以及教练组合一线对众多球员一同出席了本次重大管理会议。 在会上,恒大发布了新的聚乐部管理条例,关于全面里顺球队管理的通知。 事实上是重的加强球队赛封赛季和提高球员积极求胜态度,并且最终目的是力争中超八连贯。 恒大集团主席老板许家印在会议上特别强调了一点,那就是赛封赛季问题,要在有效管理下从严治队。 如果面对挑衅行为,绝不能鲁莽,条例通知还确立了球队实施轮换政策。 表现好的球员将上升为一线队的举措,在此次的会议上得到了明确规定,而表现不好则被下放或者开除的。 当然,除此之外,或许外界最为关注的,无疑是恒大下半赛在比赛奖金上有何做调整。 这也许多球迷和球员都迫切想要期待和了解。 另外佩服的是,恒大这奖金分配方面有了新的举措,并不再是那么诱人的奖金制度。 相反,这次会议同知阐述的奖金制度,更加理智和更加具备对球队的积极意义。 广州恒大此次会议的奖金创新举措,实施定义为木卫领奖金制。 何为木卫领奖金制? 那就是恒大派出技术评定小组,被比赛中,球员的总跑动距离,高强度奔跑距离, 传球失误次数,身体对抗次数及成功率,抢断次数及成功率等五项核心指标进行综合考核。 如果综合考核排名木卫球员在赢的场次取消奖金分配, 而连续两场比赛都评定为木卫的球员则下放预备队,此管理条例一出,外界哗然,不愧是中超期冠盲, 这一创新举措,也可以说在中国足坛史无前例,也同时开创了中超先河, 俨然恒大不止为争夺八连冠,而是要打造百年俱乐部的雄心。